Hello 大家好 我叫Iris 我是報讀第四屆音樂導師證書課程 在報讀課程之前 我也有做過兩年的耳教鋼琴經驗 做耳教的時候 開始慢慢發現自己挺享受做一位鋼琴老師 然後開始有了想成為一位全職鋼琴老師的夢想 然後也報讀了這個課程 我是唱歌老師Theresa 今年八月我很高興參加了 清協和Partland舉辦的音樂導師課程 這個課程對我來說有幫助很大 通過課程可以學到教育和年齡學生要注意的事項 了解他的心理因素 關心學生的喜好 對教學成效都很有幫助 而這個課程的老師都很專業 他們的音樂造藝很高 特別是他們全程投入音樂的態度 令到我們很敬佩 我是Theresa 我是做銀行界的 我對音樂的接觸 就是在我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琴 一直都是很傳統式 就一級一級這樣去考 考到去八級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了英國讀書 繼續進修Diploma 是那時候才開始會喜歡音樂 而且覺得這個世界是不可以沒有音樂 因為這個課程其實是很全面的 它除了可能講一些老師的職業操手之外 也會講一些可能編曲上的技巧 因為我本身是學習這個古典鋼琴的 所以對流行歌或者編曲方面 就真的不太認識 但是先加入這個課程之後 我就發現原來這個編曲 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難 也有一個入門的技巧 我學了之後 其實也可以應用在我的一些鋼琴堂上面 可以跟學生進行一個職勢的互動 或者例如做一些四手聯坦 教他們少少的編曲技巧 其實是令課程會更有趣的 原來要做一位老師 我們不是單單只是考完這個 可能八級鋼琴 或者不吸惡理之後就可以的 可能教學方面 一些態度上 還有一些專業操手上面要注意 例如可能不要遲到 或者做一個好的榜樣給學生 這些其實都很重要的 這個課程其實最有一個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實務史 實務史是很有用的 亦都幫自己做到一個真正的評估 究竟我做真正的老師的時候 其實可以在有什麼地方再做好一點 而教這個課堂的老師 其實他本身很專業 而且他教的方式也很有趣 我學習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好像變回一位學生 而跟他一起做一些職勢活動的時候 我發現我是自己很投入的 那可以想起 原來我自己做一個學生的時候 是這樣的 而老師做了這些 可能不同的活動 令到會更加有興趣的 那我可以把這些得著 其實應用在我自己的課堂上 所以這個是比較深刻的 其實學了這個課程 我最大的得著就是 那個明白音樂教育的意義 還有是由一個怎樣為之成功 即是說不只是很苦練去練琴 真正的成功是你怎樣去 喜歡音樂 你怎樣去追著琴來練那種才是成功 因為我身邊都有很多 玩不同樂器的朋友 他們都會問我這個課程怎樣 我都會跟他們說這個課程的內容 然後他們其實都說有興趣 他們都想其實接下來會補的 是公道推介的這個課程 因為我覺得這個課程 它概括的課題是很闊的 還有我們都認識到一班好好的朋友 好好的同學 我們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的 大家都是想做一個好的音樂老師 那我覺得這一個是挺難的機會 我這個課程是很適合介紹給朋友的 千萬不要錯過提升自己的機會 希望日後可以運用所學 和更多有興趣唱歌的朋友分享